男主角与强绑前师等人在天坟练气塔 接受本源心炎断体 被封印的陨落心炎本体开始蠢蠢欲动 他们在逃出练气塔的时候 内院长老们也在跟本体对抗住 最终也是没能收住 而破了封印出来 长老们使用了千层封印之术将其封印 与此同时 要老头号弟子被鼓含风 号召黑角域的强者一同 跑来内院要抢羽络新炎 男主角也在伺机而动 外院长老也纷纷抵达帮忙封印 在内外院的长老互相帮忙封印后 暂时封印住羽络新炎本体 随后被鼓含风在这集结束前 也感到天坟练气塔 下集将是一场恶斗 喜欢本集节目的小伙伴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